今天要給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4分鐘通關那個 孤禍鳥8層的副本 然後今天用的是一個改版之後的全身 然後配上了老爺爺 還有這個 從朋友那裡借過來的這個彼岸花 以及大天狗 然後大天狗和這個犬神都是用作輸出的 然後這個犬神在改版之後 他開局的時候會隨機保護基敏你的士神 然後當你的士神受到攻擊之後 他會給反擊 所以你看他現在不停的反擊 所以在配上彼岸花的輸出 就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好友 嗯 那個怎麼說 他不是有那個羈絆值嗎 那羈絆值滿了時候 大家是可以共享士神打副本的 所以 所以我是沒有彼岸花吧 這是從朋友那裡借過來的 這羈絆值滿了 這個蘋果也是爆錶 而且這邊 你看大部分都是那種 AOE的技能 所以你這個犬神的反擊 自帶的反擊 比萬年卒的還好用 所以 恩...特別厲害對吧 還有這一關喔 第三回合 這個桃花腰帶的是 進擊 哇...這經常把自己給爆炸掉 爆死了 所以...哇...可惡 你看一看喔 這個...這個... 這個比安花剛才被爆炸... 我爆殘血了 像他自己有個盾 要不然... 要不然就真是死了了 對吧 誒? 誒?灰野雞怎麼也死了? 看我犬神砍砍砍砍砍 砍死你... 你雞全部凝 你看你一下子雞一下子狗在這裡 而且對方啊 攻...攻擊的時候他會... 嗯... 眩晕你 看這一關 桃花腰真的非常難打 你看... 不僅血後還有進擊 那樣怎麼打呢 但...但其實啊 這個桃花腰他進擊的觸發概率 感覺還是蠻低的 好像... 一般只有第一次和... 幾幾次打 才會觸發他那個... 禁擊 那樣現在都沒有觸發 人間... 惡妙的生物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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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贏了... 就很輕鬆嘛 這種犬神這個... 反擊四神來打 對吧 再配上... 一個AOE 和一個... 不用速度的 對吧 就... 其實大家玩這個還挺看人品的 我也嘗試了... 這樣打 大概打了五次 打了五次之後 就... 四分鐘通關了 所以... 對... 主要... 這個主要是靠全神的反擊 以及這個... 呃... 彼岸花啦 所以... 還... 對... 蠻幸運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這樣打一下喔 所以今天就這樣喔 拜拜 一千萬多